今天十一號舉辦臺日關係永續論壇 各界都關注臺灣能否加入CPTPP 與會的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 求生田光一強調 絕對會支持 並認為共軍八月對臺軍演 已經證明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也等同於日美同盟有事的這一句話 呼籲中國透過軍事提升緊張關係的行為 要有所節制 用中文打招呼 拉近與臺灣的距離 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 秋生田光一十一號出席臺日關係永續論壇 對於各界關注 臺灣是否能加入CPTPP 他特別強調自己絕對支持 還提到共軍今年八月的對臺軍演 要求中國透過軍事提升緊張關係的行為 要有所節制 秋生田還說臺海的和平穩定是未來能否維持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市金石 而在貿易方面秋生田提到臺灣對福島五線產食品仍然有部分管制 希望可以趕快解除 而日本臺灣交流協會代表全裕泰則認為疫情期間臺灣不求回報提供日本口罩及醫療物資 加深雙方信賴和友情 全裕泰特別提到議員外交發揮重要作用 代替日本政府連結和臺灣的管道 期待論壇將是日臺回到疫情之前正常世界的開端 也是日臺值得紀念的歷史的一頁 記者歐英榮 蔣龍翔 臺北報導